一年前由白宫創建的印太经济框架 旨在为迄今已经加入的14个环太平洋国家增加商业机会 上周各国代表们在美国会面 并提出了他们所说的使该地区供应链更加安全的计划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宣布了这项计划 其中包括组建一个危机应对网络 以对供应链中断发出预警 并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协调供应链活动 美国东盟商业委员会副主席马克米利 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是如何运作的 中国不是印太经济框架的成员 但北京最高贸易代表参加了在底特律举行的APEC会谈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见了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随后在APEC会议间隙期间会见了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张斌在西雅图的公司为企业提供营销产品 对于像他这样的企业主来说 该地区其他国家仍然无法与中国的制造能力竞争 美中紧张局势迫使像张斌这样的企业采用中国家战略 并寻找在中国采购产品的替代方案 但新冠疫情期间的限制阻止了他出国旅行 以建立新的联系 这使得他很难转向不在中国的生产商 这就是为什么与中国脱钩不是许多企业的选择的部分原因 但希望IPEF可以降低这场赌博的风险 美国之音记者卡斯奎霍在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卡斯奎霍在首都华盛顿的报道